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另外就是美国方面则是公布了本周的首次失业人数 小幅下滑到了27.5万人 另外就是美国进口和出口的价格指数 在7月份分别是环比下滑了1.8%和环比下滑了1.4% 现在美元的走势是呈现了一定程度的抛压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现在上升到了1.1216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上涨到了1.5429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攀升到了120.7亿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新西兰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下降到了0.627 这样一个比价是保持在压力线0.635之下进一步的猛受抛压 未来可能会看到比价进一步的滑落到0.624和0.6205 如果比价反弹能够上涨到0.635之上的话 还是有望能够攀升到0.64甚至0.6430 再来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在星期四的时候受到美元走软的支撑开始有所反弹 黄金的价格现在上升到了美奥斯1109.70美元 黄金的价格已经是跌破了美奥斯1116美元 这样一个之前的支撑线现在成为了一个新的压力线 相对强扰指标RSI的走势也是在50%以下的 未来可能会看到金价进一步的滑落到美奥斯 1094美元和1082美元 如果金价能够再次反弹并且突破 美奥斯1116美元的话 还是有望能够反弹到美奥斯1126美元 甚至美奥斯1130.70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上升到了美奥斯14.75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 吹铃三筹 财经点